从这节课开始我们讲解28星宿 分别一个一个讲 看到了这是一条龙 脚抗脂肪心尾肌 这就是东方的七宿 那我们首先从龙头开始 这个是星宿的开始 东方地平线 月亮经过 第一个星是脚星 但是它不只是一颗星 之所以称脚 它是两颗星 脚抒一脚抒二 而且它管辖的地带 也是这个区域是一片子 所以这只是白道月亮经过的地方 同时呢太阳也经过这 太阳经过的赤道 也在脚抒一脚抒二之间 所以这个地方又叫神煞的天门 可见天 甚至日月 金木水果土星都在这个中间经过 当然偶尔可能也许有一点偏着 如果真的一点都没有 那就古人更厉害 所以说这个是开始 那脚木焦 它属木 可见木星 是真正是真正从这一点中心经过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抗属金 金星经过 还有两个 水火土 以及日月 这代表七正 每一个星球都是按这个顺序 轮流 紫本 每一个星星 比如说火 那就是火星所持经过 那古人简直太厉害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个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只是提供一个方向 那脚木焦 说焦龙 按道理 焦 它是没有脚的 为什么叫脚 你看龙的开始 就是从脚开始 龙头最前面的是脚 所以这个是开始 但是它又属焦 很奇怪 脚跟抗 抗金龙 它都属于龙族 那焦又属龙 但是恰恰它没有脚 又叫脚 这个学问就大了 就是没有脚 不一定不是龙 那有脚反而不一定是龙 这个就变成了 那更深一层的 我们看这个 前挂的六腰 第一腰的腰词 前龙不用 又在最底下 你是龙 也在水底下 焦都在水底下 那龙 又在天上 哪都能去 前挂的腰词 就是根据这个 全都能对应上 古人太厉害 所以 因此得名 那抗金龙呢 这个 其实 角木 焦 什么景物宣 他们就 负责在西游记里面 追逐这个 抓四个腰 那抗金龙呢 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 那就是那个 罗呀 师徒 四五空被扣在底下 那个大脚线 就是抗 抗 应该那一个大脚 那是真正的脚 不管他演绎的 对不对 但是西游记 他里面有很多的 值得我们参考 深思的 虽然他演绎了 但是 很多 是不是真相 是不是每个星星都代表了一个 精气的凝炼 那天上 三宝 日月星 那么地上 水火风 人间 惊奇时 我们的传说都是 每个星星都代表着 一个 重要的人物 那么重要的 他才会 看得更清楚 你看 抗这个字 就刚好是 龙的脖子 这个字 叫过 人的演绎 刚好是这个地方 我 就是 我的